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给人打替身 我们不是京剧的戏班吗 你有底子 大量的他们这古装戏需要的武打 戏班的 武术的 体操队的 杂技团的 杂技团负责干嘛呢 踩弹簧床 他翻得好 体操队的那也是翻 武术队的特别好 武术队的呢 他们就刀枪剑戟 耍得好 戏班的呢 说句不好听的都行 而且戏班的还有一个好处 他毕竟 他戏班他是演戏出身的 他也帝王将相 才子佳人 有人物 所以他也理解你这个故事里边 这个人物是一个什么身份 什么境遇 尤其古装戏 他有大量的这种形体 你比如你穿上古装以后 这个袖子长了 他摆在什么位置好看 这一回首 怎么漂亮 那戏曲演员很欢迎 我主要是武打提神 拍那个黄飞鸿三嘛 徐克导演呢 给那个熊欣欣 替他拿着一个狮子 到那大架子上 刚刚刚上去 那都是您啊 不是都是我 得二十多 我是其中之一 完了这个李连杰一大白腿 叭 从这么转下来 也得十米八米 那可不 他这个黄飞鸿往上爬 得谁打谁 就他厉害吗 对 要选他 其实我们也挺厉害的 不行 导演说你们得怂着 对 这一脚一个 这是一刀 叭一个 好 就他厉害 就这个上面啊 就跟那个房顶子掉渣似的 对 都掉 劈里啪啦 劈里啪啦 往上掉渣 底下是什么呢 底下是一个海 一个纸皮箱子 上面这么好的海绵 大概十米高 俩双床 那么大的海绵包 从上往下看 跟烟盒似的 它不是你瞪眼跳下去 我看好了啊 不知道哪个动作 就掉一刀 得摔下去 它力全 你得转一下 你得接啊 这一刀砍 咋砍大 就你得走啊 但你这一使劲 就不知道使哪儿去了 就不知道掉哪儿去了 在那海绵垫子上 写字 写个意字 刘伯在我旁边 写个刘 这边连一名 写个连 都凭感觉 都在架子上站着 看着 等着 一被开始 噔噔噔噔噔 打出来 就是你那个 有一回 我在天上飘着 很潇洒 转了两圈之后 我发现 我那个意字上面 有一把丹刀 谁干的呢 刘伯干的 就现在当导演 导演很多电视 它飞出去了 他这刀撒手 他自己蹦 他还没练得上 他那刀整在我那字上 我就一转身 干我后腰 为那件事 我们两个闹得很不愉快 我哪里把单刀 追着他有二里地 经常遇到这种事 其实挺危险 那肯定的危险 就您之前拍这些危险的 提升的这些戏的时候 会不会也会自己想一些办法 或者有一些小的窍门之类的 就同行们 已经把危险这两个字 都想到毛孔里 从马上摔下来 它有技巧 摔马用脚后跟 踹到马鞍子里 你不能拿脚尖踹马鞍子里 你飞起来的时候 这脚丫子往上一撩 这马蹬子就把你脚套上 马再跑 人再拖着 是不行的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这脚蹬啊 要短 为什么短呢 你我们正常骑马 脚子这么带着就行了吧 它短一点 短一点你可以踩脚蹬的发力 对 它等于是踩一脚 借上劲 跑跑跑 就能出去 这脚能蹬啊 它能使上劲 然后呢 你摔出去的时候呢 你得知道摄影机在哪 还得有镜头感 你比如这个是一台摄影机 当这个码头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个点就在这个位置 因为它有焦距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起灯 你得往这边摔啊 你得让它能拍着啊 摔得跟烂头似的 摔马那边去了 拍马屁股 没看着它 再来一遍吧 白摔了 白摔完了 你还挨埋怨 对 因为你不是一匹马在摔啊 对 这个日子呀 不好过呀 对 对